來到下午的要財財經台發達廣場環節 這一節身邊的嘉賓先介紹一下 就是有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直耀輝先生的Stanley 你好 我們先看看大市方面 下午回來 幾多行指仍維持升劑 升近376點 做22,767點 成交方面有420億多 期指方面暫時低稅近9點 做22,756點 升近333點 成交量有38,000多張 下午回來的市面都不是很大 其實今日個別板塊 某些也在香港上來做得不錯 好像內銀股一樣 今天有些全線上升 我們一起看看 建行方面6.56升接近2% 公行做6元升9仙 中國銀行3.86升接近2% 農巷方面4.14升超過1% 交通銀行7.55升1 招巷19.12升接近2% 中巡銀行4.93升8 民生方面升超過2% 做7.32 重農巷方面表現得最好 是升超過半成 做4.82 看到重農巷方面 都是非常之好 做4.82升超過半成上來 一種內銀股之前 都叫做跌到一個挺低的位置 看到慢慢都可以逐步上升 今天看到內銀股全線上升 其實往後較為禁牌的走勢 你會不會都叫做勢頭好一點 基本上可以這樣看 你說內銀股方面 你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表現 基本上都算是一般 尤其是到了6月份開始 內銀股方面 不斷受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影響 尤其是個別的內銀股 有機會被一些機構投資減持 例如農巷、重農巷、建行方面 這些因素基本上都一直纏繞股價的走勢 但至於你看到7月份後 其實暫時初步看 就叫做左地上的股價比較回緩 這個都可以反映 基本上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之餘 其實大家自然比較擔心 內銀股方面 就是在內地的銀股緊注的情況下 變相都可能會令到 內銀股的盈利方面會受壓 但這方面究竟實際情況是怎樣呢 要視乎各業公司公佈了半年後 才可以再看得到大致上的情況 但問題是現在的內銀股估值方面 基本上又處於一個比較吸引的水平 雖然還有大地的空間 我自己認為都不是那麼多 雖然說今天內銀股個別公司 都見到有一個不錯的情況 但我自己預計 你認為這個辦法 本身是因為估值上的形容比較偏低 估值上比較吸引 再加上你所說的一些負面消息 基本上現價已經反映了大部份的負面因素 雖然以後市來說 我對內銀股的形容都充滿信心 所以如果投資者 現在還未有貨 想買一個吸納的話 我建議可以作出一個分段吸納的策略 現階段來計算 我都覺得是開始可以在現價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位置去買 其實有某部分都升了幾多上來 好像農行那樣 之前也是跌到四元以下的位置 現在都其實升到四個一毫多了 如果追入的話 會不會這些價位仍然是便宜呢 其實你說在低位是三個七毫多的位置 現在有四個一毫半 感覺上好像升了很多 但你想一下 其實由低位上來的這個位置 都是升了一成左右 你看農行本身 如果你是真相出到最快的 各銀行來計算 都是以農行為最快的那間 但大家比較擔心 可能有些不論貸付可能的機會會上升 還有說是減持的因素 但這些因素其實在現價來計算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反映了大部分的情況出來 還有看農行 如果見到他本身的增長速度那麼快 基本上你說 我之前連回 即使你說真的業務上的增長有機會會放慢 但現價大約10倍PE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超級的水平 後市來計算 我覺得對農行本身 股價上如果有機會再試下四元以下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不錯的良機 嗯 明白的 講完老人股方面 亦都是講一下大行報告 不如 花旗出了兩份報告 首先 就是講一下利邦方面 編號891 它上調了利邦的目標價 去到差不多9元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 利邦方面今天升超過2% 做8元 亦都想問一下Stanley 利邦這些服裝股 近期來說 你有什麼看法 基本上利邦 其實就是 如果要看回 花旗銀行本身的一個研究報告 其實主要就是 公司和利邦管理層會員之後 基本上都對回營運的表現 都是比較樂觀的 如果管理層本身對營務的發展都很樂觀的話 變相 那個表現都不會太差 這件事就順便看回利邦本身 在上半年裡面 純粒增長股有六成這麼多 所以 預計回到下半年來計 我都預計回到 這個表現 應該都可以持續下去 還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可能留意到近來 利邦的走勢上 都算是做得不錯 而逃避上 利邦的走勢上 都算是在旁邊的 比較轉強 其實可以這麼說 本來都知道 內地有關於入口關稅方面 可能有機會出現一些調整 甚至乎有機會大幅降低 雖然對利邦這一類 以一些主打 比如歐洲方面品牌為主的公司 都可能會相對受惠 雖然對利邦的形勢上 其實都是比較樂觀 還有利邦本身 是業務發展始終集中 一些高檔次的 男士服裝品牌 這方面 其實都在內地 很明顯的服裝品牌 都會不斷地上升 因為隨著越來越多的 生意人士 或者可以負擔多的 服飾方面 打扮方面 會有很多的男士追捧之下 對於業務發展上 都算是比較樂觀 雖然現隔來說 P也不是低的 但問題是在它本身的增長方面 仍然可以持續處這麼快 平衡之下 對現隔的大概百元數水平 我都覺得 大家如果未有貨 都可以等它 大概是7.8 或者7.6 這些位置賣 就比較適合 好 講完這個 也可以講講 對於萌牛方面的報告 花期剛剛發表了 又是比較評級 是買入 目標價是升到$32 現在看看編號2319的萌牛 是正在做$26.75 它又調升了目標價 因為它預期 行業會有一個強勁的增長 見到它 那些牛奶價格 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 都依然是高期的情況之下 它們依然是買得非常之好 亦都想問一下Stanley的意見 基本上是萌牛 就是這一類的板塊 這樣說回來 其實前景上 其實我覺得不會太淡 因為最主要本身 看萌牛的品牌 經歷了很多之前的 比較負面的影響之後 其實基本上 都是重新 業務上發展到重拾這個升軌 重拾這個 做得不錯 但問題是 剛剛提及到的一個因素 就是一些食品 內地食品的安全問題 仍然是受到各界的重視 這方面 其實對萌牛的表現上 可能有些比較負面的影響 但看回它的增長的情況 其實今年來說 都相對比較強勁 尤其上半年裡面 增長都比較快 所以在這個因素帶領之下 都看到大行的 比較暢好 令它的股價 今天是比較顯著的上升 事實上 在圖比上 看到股價的走勢 都相當之不錯 看一看股價圖 就看到了 本身大洩的猛牛 股價都是大概 在這個水平 即是約24至25元 附近 是一個環境的格局 但股價在前幾天的時間 基本上已經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突破 同時 成交量方面 保持著幾天 都比較大 亦破了頂位 如果想拉長一點看的話 其實可以看到 股價現時已經是 獨破了一年的高位 從初步看 其實形勢上 仍然比較樂觀 所以 已經有課 投資者 我建議可以持續 先 也不需要太過心急 放著 因為它增長是計算 如果看一上半年來 都比較強勁 所以我覺得可以持續 好 謝謝Stanley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在這一節都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Stanley會繼續和大家聊天 跟著個別股份的表現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有發達廣場環節